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贸集团爆雷后欲引入国资 脱卖800亿资产 就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刊建就香港抗疫工作表态后 有港媒爆料称 政府计划将于3月为全港市民进行三次全民检测 香港01指收到可靠消息 港府已与大陆当局商讨 最快于下个月初 为全港750万市民做三次全民检测 方法是按身份证编号去划分检测日期 初步计划在一周七日之内 周缘成750万人的首次检测 如此连续检测三周 务求在3月底完成检测 并将绝大部分患者送往隔离刑 另有建制消息人士称 全民检测为强制性方案 若市民不依时检测且无合理解释 或会触犯法例 老药病残等行动不便人士 政府可以派人士上本采养 由于涉大量人手和检测设备 港府初步倾向请求大陆当局派员来港协助采养 同时都将每日近8万计的样本 第一时间送去深圳化验 务求每日处理逾8万个港人的检测结果 有市民对全民检测表示不认同 他表示 本身疫情死亡率不高 完全可以当流感看待 但当局劳师动众 大搞全民检测运动 届时市民又要过返 有工无得返 日日排队做检测的日子 他还认为今次全民检测 或隐藏中港利益输送的大阴谋 2020年港府曾经进行为期两周的全民检测计划 整个计划耗资5.3亿 过程中共计178.3万名市民接受检测 平均每人的检测成本为300元 该市民称 如果按当年每人300元检测成本计 今次750万港人检测三次 合共就是67.5亿 他气愤指 如果港府将这笔钱交给大陆 这样他就拒绝再交税公养这些港奸 盛传2月16日就会开打的乌俄战争似乎有缓和迹象 俄罗斯声称正在缩减增兵规模 虽然北约方面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知名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則表示 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 这场战争实兵实弹打起来的机会并不大 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这次乌俄战争危机 罗家聪在D1860分钟经人论节目中谈到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打仗不会像几百年前那样打法 他表示 你试想一下俄罗斯放十几万的士兵在那里 就真的要很有信心 不会被人扔够东西下来炸瓜了 又或者不会被人射瓜了 罗家聪还表示 其实就打仗而言 大打勢在最近这几十年时不时都有 并不肯不惹大不了的事情 如果两个大国开战 这个才是大祸 但现在并不是两个大国要打起来 只是一大一世说要打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者都不会真是打起来 只不过大家做一下样子 打下喉水战 应该是不会来真的 另外罗家聪表示 从一些商品的价格都可以提出断毅 这场仗不会打起来 财信传媒董事长 借金河都在13号于脸书法文表示 战争茂持一触即发 使全球纷纷撤桥 油价一直飙涨 市场预测油价升至100美元 几乎形成共识 但天然气价格却往下跌 显然是有福不 俄罗斯身为重要产油国之一 每日产油量占全球10% 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者 若果原油价格失控标涨 又或者俄罗斯决定切断能源供应 欧洲今年的冬天将会非常难捱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 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对能源出口重度依赖 就算俄罗斯今次可以从战争中捞倒任何好处 但因为打仗而付出代价都不会划算 再加上西方各国就算不出兵支援乌克兰 都不会坐视俄军大举入侵不顾 必有相应的经济制裁措施 如此依赖 必使俄罗斯的经济雪上加霜 因此就算是对俄罗斯自己本身而言 局势降温才是最有利 疫情以及国安法下导致的移民潮 严重冲击香港经济及楼价 而受居屋在疫史之中虽然不乏捧场客 但有些名赞暗洩 就好像港岛的居屋王 看山花园被录得涉养成交 据经济一周2月16日报道 据了解 看山花园以保地价高层量房户 实用面积484平方尺 远较交为150万 自日前230万元与自由市场沽出 成交10尺约17149元 据知前业主持货近3年 避开辣照印花税期后放售 未计其他开支 罪面微赚14万元 其实是名赚暗洩个案 除此之外 中原地产刘梓晋表示 分刊促城城交单位为 看山花园9座低层A室 实用面积431平方尺 建筑面积521平方尺 两房间隔 景观开扬 据知原业主叫价740万 见买家游乘二 最终类减70万 以670万将单位逆手 折合平均实用赤价15545元 2022年1月 亚府财经就曾发表文章 指出香港二手楼价跌西以城 今年楼价走势举报为奸 花旗胀淡2022年香港楼市 预料受到移民潮 供应增加 美国有可能加息等负面因素影响 预料今年住宅楼价下跌7至10% 而美银证券亦认为利率升 加上香港经济展望疲弱 预料本港住宅楼价有下跌压力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后 确诊个案人数不断攀升 16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罕见就香港抗疫工作表态 要求特区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将控疫作为压倒一齐的任务 强调在抗疫工作中 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及资源 采取一齐必要措施 并透过副总理韩正 向特首林郑月娥转达高度关注 林郑则第一时间感谢中央 称定会按照习指示全力抗疫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习近平指示 一是链名中央的态度 如果抗疫不力 港府需要问责 而是透过亲自表达关注 为港府的抗疫工作 提供政治上的保护 即日后港府可以放手 实行更多强硬措施 刘兆佳认为 北京除了关注香港抗疫问题 都担心如果疫情失控 会严重打击港府的管制威信 引发社会政治动荡 那些被以国安法等强硬手段 暂时压下去的敌对 或反对力量 将会有机可乘 借当局控疫不力算是不满 从而危害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国家安全 习近平指示引发市民忧虑 担心港府会否好像刘兆佳那样说 采取更强硬措施 包括封城、封区、全民打针 全面使用十灵制健康码追踪程式等 有评论指 香港政府一直以疫情为由 对市民实施严格管控 自从2020年后禁止民主派所有集会 包括六四触光晚会和七一友恨 今次习近平指示中强调 采取一齐别要措施 这会进一步加强港府 以疫谋控的做法 以清零或动态清零为目的 达到极权政府的管控目的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 世贸集团2月16日举行投资者会议 尝试与深圳市政府讨论国资入股 希望引入有实力的国有企业 包括接合深业集团 深圳市投资红股有限公司和中箭头 世贸集团表示 政府很重视 正在与国企进行大量调研探讨 与多家国企在积极合谈中 另外世贸集团管理层会议上表示 而将一筆60亿元的信托计划展期上付 盖拔信托由中信信托发行 2月17日将有13亿元到期 在初步展期方案中 世贸方面提出 2022年全年归还贷款本金的25% 此后两年分别归还本金的35%和40% 世贸集团表示 目前方案是保底方案 都会根据项目后续回款情况进行修改 为了应对债务压力 世贸集团近期加速变卖旗下资产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世贸集团正在为近40个项目寻找买家 以增加公司的流动性 这些资产包括酒店、购物中心和酒店式公寓 预计价值为771亿元人民币 两位了解次次资产出售的消息人士表示 世贸集团接合了包括国有竞争对手 和金融公司在内的潜在买家 但买家反应冷淡 世贸集团1月21日发出公告 宣布出售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上可世贸置业发展全部股权 出售所得款项9成将用于降低负债 世贸集团1月24日有发公告 宣布出售其广州压运城 相住项目的权益 出售所得款项约8成将用于降低负债 本期待是否判定 下集讯至金融公司 早点资压弱 我们下集讯至金融公司 大汇集团3月25日上对高负债 虽然去年资压弱 今晚三次回了 大池集团1月29日大池集团1月29日 大池集团2月3月25日 大池集团3月2日 大池集团1月30日 大池集团2月30日 大池集团6月29日 大池集团6月10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